新航旗下的库航因班机上有两名乘客的冠病检测结果呈阳性 而从明天起被禁飞往香港两周直到这个月的29号 新航表示这个星期六起将暂停允许从新加坡飞往香港的过境乘客登机 库航这个月的30号起也暂停载送飞往香港的过境乘客 库航说这个月11号飞往香港的班机上 有两名过境乘客从新加坡离境时的冠病检测都呈阴性 抵达香港后的检测结果却呈阳性 另一名乘客持有的冠病检测和旅游签证文件 则不完全符合香港的入境条例 库航说将为受影响的乘客更改班机或退款 新航上个月因班机上有检测结果呈阳性的乘客 同样被禁飞香港两个星期 禁令这个星期五结束